這個樓盤目前在中山城區 交流標準絕對是Top 1的存在 這個露台是非常奢華 現在我們國內可以做一個兩成的賞會 可以方便大家容易上車 大家好,我是Boxco,歡迎收看我們的頻道 神灣的遠洋繁花大家聽得多 在中山城區的遠洋天主,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這個樓盤目前在中山城區 交流標準絕對是Top 1的存在 這邊又帶給大家不一樣的退休感受 食飲、住行方面全部可以一站式酒店 還有自帶一個國家級的森林公園景觀 帶給大家享受 所以說退休感覺一定是百分之百分之百的舒服 以及我們的羽羊集團也是我們中山這邊的口碑王 它的代表作包括它的項目是非常之多 東區的羽羊城就是見證著我們中山發展的一個超大的項目 不知道鏡頭面前的大家對豪宅的定義是如何的呢? 對豪宅的一個標準又是如何的呢? 一會兒我們事不宜遲進去幫大家看看 這個屋軟究竟可否達到豪宅的標準 以及達到大家的一個標尺呢? 事不宜遲我們去過片段先幫大家看看究竟如何 首先跟大家見面的是我們遠洋天主 這邊的115房的三房兩廳兩位的壺形 這個壺形按照大陸的傳統意義叫我們叫飛機壺形 簡稱意義非常幸福的叫雙龍土珠的壺形 這個壺形的好處就是減少了我們走廊的空間 將兩棲的房間供攤得非常之均勻 還有這個壺形的兩點 這邊呢還自帶一個六尾一的露台 以及270度的一個景觀的房間 帶給大家的 OK 那我們首先進入門口這邊看到 我們整個天主這邊是兩梯三戶的設計來的 那我們進入門之後呢 有一個只沒有的一個防火 防倒彈的門 這個門呢非常之堅挺和非常之硬正的 進來這邊的右手邊呢 還有一個我們的圓關二樓的設計位置來的 那大家想看交流標準呢 可以參考我們一陣140方的一個Vlog的交流標準來的 那我們的左手邊這邊呢 就是一個我們的廚房位置來的 那整個廚房到時呢 會做一個我們的L字形或者U字形的設計來的 那幫大家 死、鐵、煮、煮方面呢 一站式去全部搞定了 那還有呢 冰窗的雨樓位呢 就看自己怎樣去設計的了 那我們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餐廳和客廳一體化的設計來的 那這個115方呢 它做到一個開間3MB的闊度 可以讓大家 更加可以讓一家三口 融入到我們整個天主這邊的 高品質的生活裡面去的 那我們回到我們整個露台的地方呢 依然是我們這間覆蓋最重點的重點之一來的 那這個露台呢 它整個闊度達到6MB的闊度 寬度亦都達到1MB5 6.1乘1MB5 簡直是說你在陽台這邊圍鎖了圍 怎樣都沒問題的 那和我們整個露台呢 坐向亦都是靜南朝向的 那還可以看到我們的樹木園 和我們國家級的森林公園的 非常之清晰和有六樣的景觀來的 那和我們的右側呢 還可以看到我們樓下的會所 和我們無邊際的泳池來的 那一會就幫大家介紹一下 正區裡面的房間 布局是如何的 OK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正區這邊了 我們叫飛機戶型就顧名思義 它好像一間房間有兩個翅膀 那麼我們左邊的翅膀這邊呢 就包覆了我們兩間房間 和一個公共四手間的 那這個走路空間呢 亦都做了一個1MB1-1MB1之間的闊度 都是使用空間比較舒適一點的 好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 正區的第一間翅膀 那這間翅膀的開間呢 會有3.2MB 那這邊重心亦有3MB 那整個記錄下來呢 整個房間亦都有差不多 接近10個房間的一個設計 那麼大家可以見到 窗戶外面這邊是連貫著我們陽台的 但是這邊的銷售部門的小姐姐小哥哥呢 只會跟大家說是不可以博取的 但是呢 是我們收完樓之後呢 可以和物業公司這邊去進行一個 暴庇和整修整改 可以將這間房間通往整間陽台的 做回一個長輩房 都是不錯的選擇 好了 那我們似我的邪對方呢 就有我們一個公共寫手間的設計來的 那整個寫手間使用的是我們 一體式的乾濕分泰的狀態 那這邊是做到一個工藝的示範單位 所以大家看起來會比較奇怪的 那一陣呢 亦都可以參照我們所有的 140方的交流標準這邊的設計 那這一間寫手間的開箱呢 亦都達到1.6米的 都是非常之不錯的一個 使用空間 那在我們刺外後方這邊呢 就有一間我們以陽台部件 贈送一半面積的我們的陽光房 那這間房呢 到時的交流標準呢 亦都會將這些窗全部封塊上去的 那做到一個2007度的景觀 不論是視野也好 感受也好 都是十分之正的 那還有三個會形對比起來呢 我真的覺得115層的景觀 整個景觀視覺盒感覺呢 是非常之美的 那還有呢 我們這邊的一個size呢 它的開箱呢 一個三尾乘以四尾的一個空間來的 所以我們加起來 亦都有將近我們 差不多十個方的一個size來的 好啦 那如果大家看到的景觀來說呢 我們會介意 外面呢 有條大路呢 或者市政路呢 會怕吵 但是 你要相信 遠洋的品質 和它的設計 design 那這邊做到的呢 全部都是 中空 雙層的 隔音玻璃 帶給大家 不一樣的 視覺感覺 也都會做到一個 不錯的隔音效果 那我們回到了主人房這邊了 那主人房這邊 是自帶我們的吐廁 那這邊的一個陽台的開箱呢 景觀望出去呢 有三米五這樣的幅度的 那整個主人房的重心 包括我們從長與長之間的距離呢 亦都達到了我們 整個七米的重心的 那還有這一間房呢 亦都可以做到我們 南不對流的 那樣的小小的一個設計來的 亦都可以方便 你到時的女主人呢 有一個隱私的空間 可以化妝 做回個醫貿間的 那我們這間房的吐廁呢 亦都可以做到一個 一體式的乾濕分離 那裏面用到的品牌呢 要和大家 逐步這樣介紹一下 我們的臨浴裝置 搭乎我們的一個 乾濕分離呢 去用回我們一個 漢絲角瓦的品牌 那我們的寫手盆 搭乎我們一個 馬桶方面的東西 用回我們德國的 老品牌 為補的 所以說整個 交道標準呢 都是非常之 奢侈和高貴的 賺錢 我们随着镜头体现了整个115层的单位 大家是不是对这个单位有点兴趣了 接下来我们着重讲一下整个屋越这边的地理位置 首先我们阮阳天柱的屋越是处于我们中山主要城区之一的南区 这个南区亦有分不同层次的南区 首先我们楼盘属于永安一路这边 正对面望着的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分别有我们的树木园,不奉我们的文笔山,不奉我们的戴战山 和金钟水库组成的比较寒健的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我们整个楼盘吃饮住行方面亦是非常方便的 其实一个马路资格就可以回到我们的东区这边去的 如果大家要去shopping mall那边 可以向上走,有一个南区的大顺新都会 还有一个王冠的架酒店这边的shopping mall 亦是供给大家去使用的 还有向后方走就是我们的石棋区域 石棋这边最出名的是我们的华法商都的shopping mall 这一个亦都是珠海龙头支持商业的 到了中山这边是第一间开业的 还有我们的距离还有三公里左右 还有一个我们的东区目前最完整的 一个我们的利和商圈 可以方便大家可以说15分钟之内 食饮主人这边全部都搞定了 如果以上几点大家说得还不过瘾的情况之下 距离我们的楼盘亦都是大约10分钟的车程 可以去到我们中山最有地标性的轻忠广场 这边有我们的书门路的百年步行街 和我们的地标性的摩天鱼 都是我们眼前的 那讲完我们的食饮主人配套 那我们讲回我们这边的一个医院的配套 那首先距离我们10分钟左右 就会达到一个东区这边的博外医院 亦都是一个国家级的三甲医院 那如果除了博外医院之外 我们向我们的永安路走 做一个我们的南区中心医院来的 可以说医疗配套都是非常之近和方便的 讲回我们的学校那边的配套 那我们楼盘正对网过去 就是我们有一个永安中学 高中部、中学部连在一起的 预计今年年底就可以招新入学的 那和我们南区的一小、二小 包括幼稚园方面 亦都是非常齐全的 距离楼盘10分钟左右 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那接着就是我们一个交通的配套 众所周知 我们整个中山这边的主要通道 分别是我们的博外路 和我们的中山路 距离楼盘大约三分钟 就出到我们的博外路 到时大家就可以无缝接驳 我们的中山任何一个区域 全程都是没有红了灯的 非常之方便 还有日后我们的楼盘正前方 还会开通一条我们的中开高速 这条高速是接驳各个阵区 和未来上到马兰岛片区 到时候就可以半个小时上到马兰岛 一个小时就可以回到我们的深圳保安和前台 可以回到我们的香港元朗屯门 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我们现成的道路如果回到香港 亦都是要经过我们的港珠澳大橋 经过我们的港澳高速 包括我们的港珠西线 都可以回到我们的港珠澳 大概用时都是一个小时 可以到我们的珠海人工岛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介绍到的整个区域 这边的简单的配套和配置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地方 它的配套非常之完善呢 还有它这边食饮煮行 全都可以一暂色全部搞定 还有最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对望着我们国家级的深圳松圆 还有挖着我们的东区 什么都方便了 好了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介绍 就是阳阳天柱这边155房间 一个四房的设计来的 这个戶型也是我们的传统的 是树厅蓝不对流双阳台的设计来的 这个戶型也是属于一个豪宅的设计 还有它也是专闭专户 带上一个8.8米超大的露台 还有一个接近27个方的主人房 带给大家的究竟好不好看呢 接下来帮大家介绍一下 好了我们先介绍155房 首先要从电梯出来 外面有一个接近7个方的 一个公券使用面积 给大家自己使用 但是要先提醒 不可以拼取 亦都不可以做任何的水泥的结构 然后我们进门 看看先 进门这边 会有一个传统的我们的子母的门 作为一个交流标准来的 我们的右手边这边 就是一个我们的圆关的设计 圆关这边 亦都是它这边 全赠送给大家 作为正交标准的一个设计来的 那接着我们的圆关这边 有一个超大的书房带给大家的 这边的书房尺寸是2.8x3.8米的 也都接近差不多9个方的一个设计 那这间房 除了做功能房 书房 那我们做一个卧室 都是没问题的 那看回大家怎么选择 因为这么大面积的户型 你想怎么选择 都是没问题的 好了 那我们看回就是我们整个客厅 和餐厅这边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整个客厅这边的开间 有5米7 足足5米7下 这个尺寸可以说是闻所未闻 听所未闻 这些东西 那看回我们的餐厅这边 它依然是做了一个 我们南不对楼的设计 餐厅这边的开间 亦都达到做成3米7这样的幅度 不论你是要扮家宴 还是小朋友聚会 或者自己成年人的聚会 全部通通一担饰 可以全部帮大家搞定 好了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锤房位置 那跟大家讲一下 那为什么要着重去介绍一下这个锤房呢 因为这边的尺寸是3米3乘2米8 接近有9个方那麽大的锤房 给大家试用方法 简直是好到爽了 那这边的品牌 用得都是非常靠谱的 和我觉得是比较有历史文化的品牌 首先是我们的正水器 用回我们的安吉尔这边 也是全球最好的正水器 那我们的水龙头和死菜盆这边 用回是我们魔人这边的品牌 那我们这边的梁霸 也是用回我们的美的的 那我们所有的吊顶 厨柜方面的东西 全部用回我们的德国的 知名品牌 Belonni的品牌 带给大家的 我们整间屋 所有会形用回的 都是我们日本东芝的 全屋中央空调 带给大家的 那到时哪个烫门的颜色 可以参照一下 最终按照我们140方这边的 交流vision 做一个参考的 那这边还带来一个 很大的景观窗户 方便大家煮饭的时候 通风采光 面面都是帮大家想到的 好了 那我们回到我们整间屋 这边最重点的地方 就是这个露台 这个露台 它的幅度达到 8米8 x 1米5 这样的设计 8米8的原料 可以做什么呢 你骑着单车 看着你的太太感茶 看着小朋友在这边 做运动全都没问题的 那这个155平 我们看出去的景观 虽然说是楼 望如楼 但是呢 我们楼下的会所景观 包括整个园林的设计 包括无边框的泳池 全部都是自己眼里面去的 所以说呢 这个露台是非常奢华和豪华的 那一会呢 露台这边 就会连贯着我们的 我们的奖辈房 那一会呢 我们走回正区这边 帮大家介绍一下 整个房间的布局 又是如何的 可不可以达到大家喜欢的一个 景界呢 和我们的富人台这边呢 去做一个生活人台 这样的使用 放回四衣机 装衣服也是没问题的 开间都是做到 足足有3米7的阔 那后面望着的景观呢 大致上呢 是以住宅片区为主的 恒大会所 包括中奥奔豪玩这边的 那一会我们正区见一会 那我们正区这边呢 后方呢 就有三间房 两个四间的 那这边的过廊呢 亦都做到1米15的阔 的阔道来的 可以达到一个我们正常豪宅的匹配给你们 那这边的层高呢 亦都做到3米那么高下的 那一会我们来看看房间的布局又是如何的 那我们进来这边的第一间房呢 就是以一个儿童房的一个设计来的 那整个儿童房的尺寸呢 是2.85乘以3.3 那也都接近有我们 差不多接近8个房的一个尺寸来的 比小朋友从小是这样的环境长大 我相信呢 他学到的东西呢 亦都比不少的 接下来在我们的儿童房的斜对面呢 就是一个连贯住我们的露台的长辈房来的 那整个长辈房这边的房与房之间的开间呢 亦都有3米的这样的幅度来的 给你的长辈啦 给你的父母啦 给你的亲戚啦 拥有一间这么豪华的房间 休息啊 我相信绝对是享受啊 好了 那我们走到后面中间这个位置呢 就是做了一个三段式的干湿分体的射手间来的 亦都属于我们的公共射手间 这间公共射手间呢 用的我们的幅度呢 接近有一米六五的 包括我们的射手盘啦 马桶方面的东西呢 都是参照着我们德国维埔的交流标准啦 包括里面的淋浴装置啦 全部用回我们汉斯角雅的一个设计来的 非常之豪华和奢华的 OK 那回到我们的第二个重点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整个主人房的设计来的啦 整个主人房的加起来的 整个主人房加起来的 总共有27个房来的 那为什么要有27个房呢 跟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整个景观窗户这边的开间呢 有达到四米五的 不论你是 望向哪一个座向 不阔望向哪一个方向呢 都是非常之清晰 和非常之美观的 那和整个这边的飘出呢 也都做了个180度这样的景观 那和呢 如果不包含一阵 和大家讲到的衣帽间呢 它这边的一个重心呢 是达到一个 差不多五米四这样的幅度 五米四你放下一个 两米几个床 绝对是没问题的 绝对是享受中的享受 那然后我们的镜头 看看我们的右手边这边呢 就是一个衣帽间 那整个衣帽间 它这边呢 用的size呢 就是2.4 x 3.3 那整个衣帽间 也都可以做到一个 难不对流的设计来的 那整个衣帽间隔壁呢 做一个我们的主人方的套子 它整个幅度呢 也都达到两米了 简直是说 买回这样的户型 夫妻的生活 怎会有交液呢 是不是呢 享受你不及了 OK啦 以上呢就是我们的155方位 所有示范单位的DMING 一个官体 那大家会觉得 155方位很豪华 很奢华呢 可能说自己 可能未必可以买回呢 不要紧要 现在我们国内呢 可以做一个2成的 賞会呢 方便大家容易上车的 那还顺便说一下 我们的155方 它分别的座向在哪里 那座向和115 包括140方 是一样的 我们全部朝着我们的 正南朝向 那样看回去的 那和呢 目前呢 我们两梯三户里面 只有一个梯队 在买155方 可以说呢 是买一户少一户 非常之稀缺的 那和155方 在下来的二期三期里面呢 亦都不会存在这样的户型 只会是一期这边存在的 那下来呢 大家呢 可以参照一下 一阵的VLOG 140方这边的户型 那140方呢 亦都是我们两梯三户里面 之后有一户 一个梯队 亦都是买一间 少一间 155方 你觉得大 那不如看140方 还有九楼VLOG 给大家参考的 那一阵呢 我留下这边 和大家总结一下 我到达到 我可以参考那个 和帅 送到 你 我 我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Shack就是与人天主这边楼盘的所有简介和官体 首先和大家总结一下 这边的区间价钱分别是我们的$18,000至$21,000之间不等 看大家拒绝于选择哪个楼层,哪个户型尺寸 我们做一个$115,000做个对比 最便宜都要到$200,000起步 所以这个价钱是有点偏高的 大家最担心的问题也是说 目前疫情期间我不想一笔过 我想做一个赏会的认识 没问题的,我们现在可以做国内的中银两成首期 可以上车了 只要你在中山这边,五楼,手套的房间 就可以做到这个两成首期 说回我们这边的地理位置 其实还适不适合大家去参考 其实天主这个位置 其实我觉得生活气息是非常充足的 因为周边有很多的住宅区包围着你 整个生活气息是非常充足的 而且吃饮住行方面也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说其实十几分钟之间 你可以解决到很多事情 吃完饭之后又可以去爬山 爬山之余又可以去金钟水庫走一下 然后就回来 整个流程是非常享受的 简直就是图有生活的一个标配 那这边呢 你说做投资来说 那它的升值空间其实不算十分的大 因为它很多东西是现成了的 它无非要等的就是中山这边的政府 它说会不会让这个地块更加有价值些 它的品牌,它的装修标准 会不会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二手城市的能力 那如果你说幸福指数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之高的 因为在这边 你无论是坐巴士,打的士 或者说未来回香港 或者说各个地区 其实是非常之方便的 还有赛事场 包括医院方面的东西是非常之齐全的 还有它这边的装修标准是非常之高的 品牌全部都是一线的品牌 和德国这边的知名品牌 包括有我们的维埔 包括我们的汉斯国雅 包括我们的东芝的中央空调 包括我们安格尔的一个静水器 包括美的的凉拔 美的的智能的面板 一件开关方面的东西 包括蓝牙装置方面 全部都是预留买的 还有电视的背景场 亦都是做一个带领石的样式 交给大家 甚至可以说 这个可以在市面上见到的 装修标准来说 宇洋天主绝对是最高一的 这个标准是绝对没有人可以质疑到的 还有和大家说一下 这边的收留时间 亦都是我们2023年的十二月前 就可以收留的了 这边的物业盖利费是三元四的 还有整个会所的感受 亦都是非常之不错的 餐宴、做健身 包括我们下棋的地方 喝茶的地方 包括毛边框的泳池方面的东西 等等的措施 都可以好好地带给大家 还有整个入户大堂的门口 还有少少古典的气息 充满在里面去的 可以说 这次最高品质的天主系列 放在南区这边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之不错的选择 那大家不知有没有 心动的户型 或者是心动的流程 或者说 还想收拾些什么美货之类的东西 如果大家有喜欢的 喜欢的 或者说有些不同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这边 和大家交流 那今期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我是Bosco 欢迎follow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给like和share出去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详细的楼盘资料 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络我们